新锐的荷兰设计师 而他却说自己是艺术企业家 独特的设计风格 千奇百怪的灵感 带你遇见有生命的作品 当中的圣子是黑暗 和照片的灵感 和照片的灵感 它离开了 发展了历史 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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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他的灵感告诉你 建筑可以与你对话 他的创意告诉你 亦可以与世界的情感相连 他的巧思告诉你 我们能探索的还有无限可能 颜值超高的荷兰设计师 每一个你的作品的材质 似乎都能够跟人 跟自然之间产生互动 更由红黄女士助阵 解读荷兰设计师的另类设计 他让艺术真正达到了 艺术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一场交易 你夫人知道这一点吗 咱们小生说他就不知道 现场出题 一场考试即将拉开 我出一个考题考他一下 我觉得如果他是出自一个 创意设计师之手 也许他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 所以我就拿了这个 最普通不过的东西给担 我觉得这个要求已经不合理了 让我看见了以后的话 就让我感觉到一种美感 我觉得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我爱他 它是很厉害 它是很开放 它是很静静 它一直在改变 我从此学习了很多 7月3日19点50 为您呈现 一人一世界 我的童话世界 与坚持梦想者同行 本节目由宝马舞系冠名播出